前后相呼应 待会儿观众会把这个外资心态说明白 但是上阶段 鼠方讲了一段话 你有听仔细吗 当时充万点 一万零十四点 是金融带队 但是收盘没收上 下一个主角总该轮到了电子吧 从会市啦 从电子现在的讯号几乎都呈现了 那金融呢 金融可能现在要稍作休息 Bingo 吻合他的研判 请看我在这报告 6月份以来到现在 已经是三天交易日了 外资买超在前20名当中 金控股今天买四档而已 买元大中信永丰 这个后面还有一档 金控股只买四档 这个台售宝玉三金这些 它是卖的部分 五档金控股 但是卖的部分呢 卖的是六档金控股 六档 所以现在只要外资 卖金控的档数 比买金控的档数 还要来得多 金控真的隔天你去看 都显得一星阑珊 回到了外资的买超 我请鼠方帮我们做点补充 电子股什么时候会发威 什么时候会动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可会言 这六月份的三天交易日 见到了电子股 有些人气的 三户爱的 它就动给你看 你看这个是不是 换蓝色好不好 就是外资买 盘面也在动的 然后有人气在加温的 一档 两档 再来三档 洪海集团 红转 四档 就更甭提 11到20名了 所以是不是电子股 已经有人在暖身 做讯号准备 对因为在当时候呢 第一季的财报不好 会退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 在最近里面 我们的GDP 也因为警戚讯号 对策讯号 转为蓝灯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了 整个新台币 就从30.05到30.5 再到昨天的31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四月五月 因为当时候的新台币 是呈现了升值 那大家呢 就把电子股看太坏 看得更坏 可是如果我们刚刚就讲到 如果到31块呢 你之前看太坏的 超跌段 你要先弹上来 对 那如果在扁 破了31.03 那是会多的获利出来 就变会退的一个收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几档个股上面 它都有一定的利基点 不管是在整个一个 像红准 或是我们看 红海集团的群创 它其实都是财报 优于预期 那神机 或是整个神达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 整个财报好 另外部分 集团的一个作帐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时机点里面 来讲的话 电子个股 如果台北股是有救 它就必须要靠 电子个股里面 出来去做一些的 成盘的要教 感谢蜀方 先赶紧 我重要您急 如果台币有讯号 电子的一些的人气指标股 您要盯谁来看 刚刚已经都点名了 包括有时候回来 等下大盘 这艘船走稳不掉 所以冠州 您刚话说了一半 听不太懂 所以您对 怎么去看外资 现在的心态 因为重点在明天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今天是 刚讲到是一个周选的结算 大家把部位 轻轻就获利了结的部分 那我们看如果说明天 分两个情况 一个是说 好 这个空单的部分 就是买卖权的部分 又到做一个大幅扩增的话 那这真的就好像 就不太好 它刚好跟大盘的这个 外资在期货的一个布局 它就变成一个雷同 而且换句话说 如果我明天 这个时间点也跟您报告 是看跌的卖权 增加比较多的话 那么连选择权都翻空 就更糟糕 对 那就变成是说 外资它可能 不会像过去一段时间 忽多忽空 可能明天把空单补掉 或者是再把多单补 不会这样子 它可能就是一个 持续往下的看 那这个对大盘就不好了 对 就不好了 那如果说明天 反过来讲是说 好 外资这个 买买权的部分 增加了比较多 可能卖权 又把它做进一步减少的话 那今天的一万七千口的 这个外资期货空 那你就不用太过担心 可能哪天 还有把五千 把五千一万把它补回来了 OK OK 感谢了 今天的观众 并没有给大家 一个明确的方向 不过他讲的 真的不愧是 期货的专家 明天外资的心态 他的想法看啥 我告诉你 只要看这个就好了 明天看这张最重要 到底是看涨的买权 力道发威 还是看跌的卖权 他在加空呢 决定明天外资 耳后对大盘的 操作策略跟想法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元 美元的动作呢 也出现了 原来的走强 现在有一点点 转弱的迹象 95.99 上礼拜五 炫哥有说 美元这个颈线的位置 在这儿 不容易过 这个位置呢 大概是96 97左右 果然被他说中了 就从96 97 回头往下 那往下过程当中 如果台币又在转强 又该怎么办呢 这几个面向 与您最佳分享 外资动作会随着美元 如果美股美元走强 他钱是会回去的 不过讲到这个点 常常会是会把台股 视为大中华圈的市场 今天真的被 陆股上阵跟深圳 量到至少 现在深圳 你看深圳的K 本来上阵的量 比深圳好的的大 都超过了兆人民币 但是呢 深圳以前是八千多亿 九千多亿 了不得了 现在五月底 出现了这一根 这一根就超过了兆 民币了 今天更是连续两天 超过了兆民币 也就是呢 它的护身两大市场 超过了兆以上 人民币已经变成常态了 今天加总起来又是 2.04兆以上的这样的格局 当然呢 回到了这个上阵 因为深圳今天盘中来的 建高点 但是上阵 上阵 为什么要提它 请把它拉近 一根长黑棒 这是6%的跌幅 隔天 这个涨5% 但今天呢 不要小看这一根 小小的类似T字型的黑K 它可是借由 上冲下息 上冲这个样子 组成的 所以呢 我刚刚广告前说 博姐啊 麻烦您一下了 这个今天的压盘 露骨的往下掉 好像跟昨天晚上 中国大陆央行 他们的人行 一项政策决定 而且是 即日施行 有关系 什么政策 好像昨天这个 中国人行 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 就是即日起 这个相关的存款机构 可以发行这个所谓 大额存单的这个部分 我当然想 什么是大额存单 很简单 你就把它想成像 台湾的这个所谓 定存单 我懂了啦 我存过定存 也就是呢 我可能拿50万 或者是60万 存大概三年的定存 然后钱放在那儿 利息高了一点点 这个定存单 就叫大额存单 对没有错 但是它有限制 为什么 因为它叫大额 对 那它对个人的限制是什么 这个你最低的门槛 要30万人民币 也就是150万的这个台币 那另外的话 法人的部分 最少你要1000万人民币 就是5000万台币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 这个整个发行方式 包括你去营业据台 营业据点可以买 网路上也可以买 甚至你透过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平台 也是可以买 那另外最重要的 这个大额存单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好像是不是我要把钱收回来 那种感觉 因为大额存单通常 像我之前存定存 它是比那个活除的利息来得高 所以我当然就想要放三年 算那个利息钱 所以现在它是央行说 各大银行发的大额存单 利率是怎么样 什么叫做按市场定价 对 这个就是选机的 所谓按市场定价 就是告诉你 利率机制由市场决定 某家银行 中国交通银行 或者是商业银行 它要定5% 8% 他们自己决定 以前都是央行定的吗 对 以前有所谓利率上限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大陆市场来讲 他们是不意外 因为大家都有在猜 就是说 今年大陆的人行 它会逐步去放宽这个 利率自由化 限制的东西 那最后它要迈向 所谓利率自由化 那昨天这个东西 一出来之后呢 当然可能一开始 你没有仔细解读的话 你又认为说 这个是类似像之前 大家听到什么 正回购 逆回购 这种感觉 其实并不是的 它这是代表说 这个中国人行 赋予银行 在整个利率上面的 这个决策权 变大了 它可以决定利率高或低 对 没有错 那其实这对于银行来讲 它在业务上面 伸缩空间会更大 而且人行还特别强调 这一次的可适用利率 大额存单 您自己调整利率 这些的金融机构 范围扩大了 你看商业银行 政策银行 农村合作社 全部都可以发售 所以宇哥我先插播问一下 那不就也代表着 中国大陆现在 油资 钱 泛滥 多得不得了 不然干嘛发行 大额存单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们在 类似像美国 他们这样一种 所谓的量化宽松 只是它是注资 在国内体系里面 它释放出资金出来 所以像今年来讲的话 它本来是 大家讲保期 那能不能达成目标 我觉得市场都爱看 那最主要一点就是 大陆这个部分来讲 它已经对市场 这个所谓 紧缩的这种经济来讲 已经有提高警觉了 所以我最想解读的 就是到底市场怎么看 刚刚薄杰金有带到 我们回到第二张字卡 现在市场上就说了 一个是薄杰说的 就是以后 因为以前的中国大陆 它的存贷款利率 就是央行说的算 它要定一个上限跟下限 所以之后慢慢 它的存贷款利率 是不是就走向宽松呢 可是我担心的是第二点 如果说我这家的银行 想要吸纳更多的资金的话 因为我可以放贷出去 赚我的利差 那我利率定高一点 利率定高一点点 就可以把市场更多的资金 吸进来了 吸进来之后 钱就流到了 不动的银行端 那股市就缺乏资金了 所以股市 我们再看分一下好不好 盘中才会出现 它下杀的这一波的动作 我们看上阵 这一波的动作 会不会就是这样呢 所以尾盘有拉抬起来了 所以回到刚刚的字卡 这是我多虑 还是市场上多余的联想呢 因为这次不就希望 现在狂牛变慢牛吗 好 这个先跟大家讲 你去回想一下 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 中国人行做了三次 同样一个动作 叫什么 降息 对对对 对对 降息就把钱散出去啊 对 它做了降息的动作 那现在呢 它让这个银行 自己去决定利率的上限 对不对 好 如果说这家银行 它要吸金 假设它需要资金 它把利率调高 可是人行降息了 它其实它中间的利差 是被压缩的 回到刚刚的字卡 市场上的担心的第二点 因为现在呢 中国人行 央行他们是低利率 处在降息阶段 所以没有错 央行人行说 你可以把利率拉高啦 存款利率大的存款 你可以拉高 但是不可能拉到多高 因为你会怕没赚头 这是银行端 所以就算拉高 它的range还是有一定的 就对了 对没有错 那另外 大家讲 6月9号 这个MCI不是要决定 入股会不会纳入吗 对 那人行开始在铺陈 这些动作的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它某方面 都是在释出一些善意 跟你讲 我慢慢在做 缓步的这个改革 你说6月9号 对啊 6月9号嘛 进广告 因为关键时间点 快要到了 上次英国富时指数 把中国大陆A股纳进去 感觉那天没啥痛的 但是呢 MCI就格局不一样了 资金size更大哦 6月9号快要到 莫非人行 大家太小看它了 它不是在压盘 它是在做给MCI看吗 回来生存含义 博洁说清楚哦 还有一点是为了您 量身打造的这个大主题 现在涨跌幅放宽到10% 很多人匆匆乐 冲要乐啊 就冲 没赚钱怎么办 可苦了 熟方姐 交给您教清楚了 所以咯 现在当初的人变多了 怎么样操作 才会获利呢 Dlari 大理文创聚落 我推荐 这里接近群众 这里尽情展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